欸欸阿德 最近好像很多人都在養小蝦米耶 你要不要養一隻啊 什麼小蝦米 小蝦米這種小隻的 不適合我 要養就要養大的 那你要養什麼 我要養 佛羅里達 橘鱷 那我們現在來挑戰 養鱷蝦一次就上手 現在就從攝鋼開始吧 那我們就用一匙半來養鱷蝦吧 一匙半養兩隻蝦會不會太大 我想給他們住豪宅不行啊 一匙半一人住一邊 剛剛好啊 這是水做雙料 珊瑚沙 我已經洗好了 因為我喜歡紅白配 讚 我們現在把底蝦放進來 接下來我們就來開始蓋 熬蝦的豪宅吧 我們這次準備了紙砂手工陶瓷管 跟月事介石 接下來只要一層一層的 把它堆疊成山洞的樣子 給熬蝦居住 擺上一些沉木 擺上一些沉木 那我們最後就用卡卡莎莫斯 來點綴一下石頭 那兩蝦需要護濾器嗎 嗯 要啊 不然我們去拿一台好了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這一台 我來介紹這台是 七星SF1000外掛護濾器 這麼大台 要用就要用大 我們把它裝上去吧 那我們要沿水嗎 講熬蝦那麼簡單 應該是用自來水就可以了吧 我們就讓自來水鋪氣隔一兩天 除個綠應該就可以了 這樣子我們的熬蝦缸就完成啦 那我們現在來加水吧 為了讓大家方便認識他們 我們來幫他們取個名字 那這隻公的熬蝦呢 我們就叫它智傑 這隻母的熬蝦呢 我們就叫它小油 就是公的在這邊會有 一對交接器 有看到嗎 加加加 然後母的沒有 所以我們簡單分辨公母 大概就是這樣分 那這邊我們剛剛已經有簡單對過水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把 小油跟智傑 放下去吧 這隻應該是智傑 公的公的 小油現在頭炭出來了 看來是還蠻 滿意這個新家的 智傑 智傑在做什麼 智傑在吃飯喔 他們都不用看 食物在哪 然後就可以夾到食物了 看他們 躲在我打招的洞穴裡面 這是我第一次嘗試射敖蝦鋼 沒想到第一次就上手 還擔心他們會不喜歡呢 沒想到他們到現在都還活潑亂跳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沒有餵飽的關係 他們就一起吃我的卡夾莫斯 幾天過後 開始發現 他竟然把我的卡夾莫斯吃光光了 有時候還看到他們躲在石頭縫裡面 我只好在拿一些小碎石把它塞起來 偶爾還會看到他們躲在奇奇怪怪的地方 時不時的到處亂爬 這次我還特地挑一公一母 我想要他們未來剩一堆 熬蝦寶寶 十隻 一百隻 一千隻 甚至到上萬隻 這樣我就可以拿熬下來賺錢了 哈哈哈哈 這個笑聲我給87分 那我們就來看他們多久會爆彈吧 三千隻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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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odoo voodoo 軟 norte 比较熟 比较乱 比较熟 豪虾什么时候会再生蛋呢 赶快订阅我们开启小铃铛 以后再拍一支影片告诉你们 相信今天大家也有满满的收获 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 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哦 我是阿德 A7草原水族 我们下次见 A7草原水族